他還有葡萄牙 哇 葡萄牙 我烈點打葡萄牙 哇 這一盤換看天空熊的防守功力了 葡萄牙很強 葡萄牙 上次熊 是不是好像輸了一把 他雖然有到帝王 但是上不來 因為葡萄牙沒有寶在家 他沒有火炮 你被一個前置寶壓在那裡 葡萄牙基本上就要死了 葡萄牙你們不是有1000多位觀眾來支持嗎 可是你們都不願意點贊 支持一下吧 支持一下吧 最後一盤支持一下吧 好不好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今天台灣時間的8月16 晚上的11點 今天的競技場大師賽第七屆八翔賽來到最後一旁 台灣選手天空熊打德國選手妮莉 葡萄牙打葡萄牙 葡萄牙也算是台灣選手裡面最招牌的文明了 那我不能說葡萄牙那是爛的 只是在過去的對戰紀錄裡 熊有拿葡萄牙的紀錄 然後是輸的 然後那一局呢 呃是好像是被壓在臉上寶還是什麼的 然後 石頭在前置位 他沒有辦法挖到一個石頭 這一盤石頭在前面 所以天空熊如果是3TC在家裡做防守 當然是不列顛他的招牌的便宜TC防守流 但是萬一他單TC聖旅打起來直接推掉的時候 我們很危險 我們會很危險 因為我們沒有城堡在家 我們上帝了 我們只能用射城防守 我們推不掉那個寶 我們要有石頭 這一盤石頭不在後面 我覺得有點危險 大哥我不知道尼里會不會來一個臉上寶 我不知道啊 因為他是營運型玩家 G流基本上不會打套路 但誰知道關鍵局這個葡萄牙打一手套路 這個套路很容易就讓我們這邊心跳又加速 那我先評判 如果不是臉上寶這種套路流 直接單TC到帝王的這種打法的話 那我覺得不列顛 我會看好多一點 我會看好多一點 謝謝梅仲凱的300塊的贊助 感謝你感謝你 謝謝你支持 不列顛 幾兵加常攻兵強弩 在後期還是很強 戰狼號等等的 葡萄牙黃金兵減免也要小心他純龍上來直接打一波格子馬7次 也是有可能 如果是3TC遺跡爭羅戰 那有可能葡萄牙會有想要來個格子馬也說不定 葡萄牙他黃金兵減免格子馬可以很大量 也是有可能地出直接把不列顱刷爛 那如果他是要直接來臉上 決戰一波 我覺得 也蠻危險 都蠻危險 可以把九蛋哥港幣15塊贊助點贊支持 為團隊加油 謝謝謝謝 今天看的很緊張啊 現在妮里沒有挖任何的東西 他還有一隻鹿還沒推到 看起來是在關鍵的最後一盤穩穩的打 沒有套路 但我覺得也合理 已經看到今天妮里後期的表現了 已經都看到了 所以 他穩打也是ok 那如果是穩打的話 挖石頭沒有穩打 這裡不穩打了 石頭在前置位 鐵龍熊上次有一盤好像是肉馬沒有偵查到人家西班牙直接蓋在臉上 沙拉生打西班牙 你們還記得那一盤嗎 上次 後來 對 就是那一盤 第四盤 沙拉生 出肉馬 三隻 對手西班牙蓋一個臉上 沒看到 這一場 他挖寶 熊的話 不列顛沒有什麼套路前期 都正常開 如果他自己 上帝視角看得到的話 他出工兵可以 但是 那個如果對手沒來蓋寶 那工兵打工兵就廢了 所以還是一個肉馬開局 所以還是一個肉馬開局 這個現在沒有看到 看不到 熊這邊 二十五村馬就 蓋個四級 尼里這裡 打寶兵 已經挖了 提手無迴 大丈夫 最後一盤 那這一盤有可能也是如果真的抓到就秒殺 沒有抓到石頭前置位危險 然後 看熊後續怎麼做 我只能跟你們講 葡萄牙他後期 單TC 核電 在進場還是很強 所以 我這一盤是比較炮他臉上寶的 我真的比較炮他臉上寶 你看我轉播的比賽裡 那個葡萄牙核電 單TC上來 打贏過無數次的戰役了 管你是不列電還波蘭還什麼的 就是你們存農的 要農就農 那 曾經有一場 我先提供這個數據給大家聽 曾經有一場葡萄牙 爺爺十三村 他只有十三村 但是他靠核電贏了八十幾村的 Lyric 你們還記得那一盤嗎 葡萄牙他可以單TC玩到底喔 很噁心的很噁心的 還沒有在管理波蘭田 他也沒有在管理射程優勢 他就那個一直 他就那個核電跑跑跑跑跑起來 然後到後面 只有十三村他還能贏 很可怕很可怕 但有時候葡萄牙的局 我也不太敢評判的原因是因為 他那個range太大了 停不了 那Lyric他敢出來蓋寶嗎 還是他開在家 還是怎樣 三隻肉馬出來了 Lyric這裡 雄雄的肉馬在中間 炭亞炭 Lyric會出來嗎 Lyric挖這個寶會出來嗎 Lyric沒有織布他敢出來嗎 秋道院 先一個秋道院 先一個秋道院 他想騙天空熊是不是 先沒有出來蓋寶 先騙一波我純龍 先騙一波我純龍 我3TC 那我摳零 哦有可能啊 但是你沒肉馬 你沒肉馬 葡萄牙純龍是好的嗎 我覺得不好 對熊還是要小心 那普列甸這的話 現在後面開3TC好 穩住穩住穩住 穩住穩住 穩住穩住 倒開在家 OK 現在是最後一盤哦 不要鬧哦 我今天沒有任何幹話 很認真在撥 啊很緊張啊 現在去挖石頭了 3TC挖到一個寶座防守 這一盤就會很舒服了 你不獵天 他還是很怕 你後期沒有一個寶 你就沒有辦法出工程器去拆人家的 那沒有辦法拆寶 就只能繞過那個寶 去打人家家 殺他經濟 但是過去的兩年那個核電 卡在那裡之後 又可以轉那個格子馬 很恐怖 現在這邊三隻肉馬 在這邊跑 神呂加上風情砲已經來了 雄大量在挖石頭了 因為他發現那個妮莉 在後手出風情砲啊 演一波 演一波 尼里單TC 熊先插劍塔了 我覺得這個劍塔可以 因為這壓力真的很大 最後一盤 上次他那個什麼哪一盤啊 就是熊好像是用日本輸給了誰 還是用什麼輸給就是第一盤他輸 然後我說他可以插劍塔 他這次插了 尼里現在單TC想走帝王喔 然後走核電喔 只是寶是在家裡 熊的話這一盤遺跡可以不用拿了 都不要拿了 他只要有純龍 等一下帝王出關 三級色有一個城堡 反打一波 在這一盤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 其他的都不用 再起兩隻塔 撥一下時間 沒辦法 這場的資源點實在太爛了 石頭黃金在裡面 在外面 這個已經露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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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里 這個風情炮很快就有機會進來喔 這兩隻塔可能還不注意防守喔 這挖手速度 防御劍塔 這邊先起防御劍塔 這邊先起防御劍塔 但是我覺得這個防御劍塔也是有點難打的原因是因為等一下尼里可以蓋個臉上寶 熊還是要有辦法弄到一個寶 哇這盤很難打 炸彈超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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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有起一個防守寶 呃防守劍塔 劍塔 往後拉 往上走 往上走 尼里這裡 很疑惑 呃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再差一個點打 尼里要點力王了 尼里點力王走核電 哎呦 我跟你講風情砲真的很難守的啦 雖然說風情砲現在只能吃 哎這裡這裡這裡 撈一下撈一下 加減加減撈 特命走出來了 這個阻止不了 哦這個阻止不了 看得到也是阻止不了 哇真的 葡萄牙很難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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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列爹 起了三隻塔 你你來臉上 好開在最後面 等一下一樣是 戰毛兄弟 強弩兄弟 夾一波 炸彈超人進來 直接射擊 擋住 我先擋住 對手雖然有核電 但是 我們帝王如果能能夾上來 那就還有 其實天空熊能打到這裡不容易了 啦 我還是要跟大家重生一下 這個 他 退伍才一個月 一個多月而已 你要讓他這麼快 從2000分回到國際舞台上 加上已經打到這裡已經是2400 2500的 不要開玩笑 全世界有多少人是這個等級 沒多少人 已經是很神了 但今天真的是很難打 你你很強 熊這邊點帝王了 等一下就是射箭場三級射 先用工兵去消耗他風行炮 然後巨頭不要太輕易出來 巨頭絕對不輕易出來 等到他冰量全物都真的消耗殆盡才出來 第一波就出來會出大事 然後出去挖石頭都很好 開一些野外TC 野外的再夾一波 因為風行炮機動性太差 現在可以出去狗一波 像道德那樣子 出去可能挖個什麼石 挖個什麼金都可以 出現在一些他想不到的地方都好 臉上怎麼解主播 不要再問我現在不是在打了嗎 現在沒有空講這些 現在彈道學 軍營有了 等一下射箭場或是走長工兵也可以 等一下出去了 哎這營地是 這樣子挖的是不是 這個營地 雄死不退金 我就是要挖 遠一點我也挖 通勤 從新竹到台北 從桃園到新竹 就是要挖 就是要通勤通勤挖金 通勤挖金 天空雄來這裡挖石頭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風琴砲沒有機動性 挖他的石挖他的石 牛熊這盤可以喔 可以喔 兩個寶喔 兩個寶喔 現在這邊先解一波 三級射35秒 這邊風琴砲進來了 不能挖了往後退 現在這邊有彈道學 藏公兵 藏公兵 藏公兵有彈道學 先吃掉一波 三台風箱要被解掉 OK解掉一波 防禦箭塔這手打得很好 上次其實有想嘛 有開會嘛 是不是 那之前被臉上保的時候 那個那個劍塔沒差 現在這邊防禦箭塔做到了一些效果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側面 繼續做輸出 尼里現在是有巨頭 但是沒有經濟 那現在天空熊在這裡開個TC 在家裡門口開TC 現在風琴砲如果是拉到來打這裡的話 那熊也會肥 所以就算尼里看到也沒輒 尼里看到也沒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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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45存打87 現在這邊把右邊堵住 但是左邊已經出來了 尼里現在其實他也不知道 尼里現在他也不知道 這一盤有機會挺進四強嗎 他的對手下一輪會是誰呢 現在這裡生日印刷技術 最遠射程 但是被長弓兵吃掉 招走了四隻長弓兵 但是沒關係後面寶還在 91存打47 聽跳很快是很正常嗎 當然正常 對手 對手都已經 這聽牌舉了 對手 jack 其實都怪不爽 那對手 正面很多 這個生女有可能還是會有翻車的機會哦 熊還是有機會翻車的哦 這生女真的多 現在要靠那個戰狼號了 迷你一個核電而已 兩個核電 已經兩個核電了 WTF is this 那現在 哎呦這個滑鼠 這邊戰狼號 神旅吹不到 所以就是在那邊拖延時間 這個金冠很關鍵 哎哎哎熊這樣也不行哦 我現在一隻長鴻兵都不能掉 戰狼號砸一波 哎呀就死了老頭 啊是了是了這里的劍塔 這里的劍塔很好啊 C啦再一隻再一隻 這一盤的劍塔真的起到很好的作用了 有沒有那天講的第一盤 有沒有那個劍塔 帶一個劍塔 這個劍塔好 點贏罐了點贏罐了 可以的射程加成 這邊射程8加3 這邊射程5加6 現在見證 夾一下夾一下經濟很好夾一下 長弓兵等一下要上要一次上啊 他吹過來的時候就是用劍陣吃 劍陣吃 劍塔有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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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劍塔這個劍塔拖到你里進攻的時間了 這個劍塔拖到你里的時間了 現在你里吃不進來了 穩了嗎穩了嗎 這邊出來下一波 哇這邊 要把你里 哇辛苦你里的你里很強 但是關鍵的最後兩盤 尤其是這盤真的是 太漂亮了 這盤真的是讚 劍塔用到了 改善了 石頭也早挖了 寶蓋在最後面 出去挖石頭 拿黃金 全部都做到了 都改善他之前天空熊輸的局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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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王 感謝你七十塊贊助 為什麼不能七十八塊 我怎麼知道 你問你問YT 你問YT啊 現在反打一波 點上蓋寶 反手圍攻 哇這個防禦劍塔 真的棒 防禦劍塔真的棒 現在拆家進去了 你里是GEO的 等一下搞不好 VIPER都要來看 我把我推掉了 我把我推掉了 把我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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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溝流一波 出來吃他精 家裡推充車 頂他的修道 頂他的核電 你里不投降 他還有五顆一機 但是大軍撤退 一百二十五匹卡村 一波五十二村核電三座 擔弓兵 銀冠金冠都有 哇這裡一一整坨了 哇開心了 這裡舒服了 下一輪要打誰 法國小漢 是不是 又是曾經幹掉天空熊的人 但是那也是剛退伍的時候才打贏的 DG 恭喜台灣選手 蘇拉庫瑪天空熊 在今天八強賽 白銀聯賽 競技場 大師賽 第七屆的白銀聯賽 擊敗了強敵 GL戰隊的 妮莉 在今天 對手先聽牌的情況下 第四盤 非常驚險 跟第五盤 用到上次沒用到的防禦劍塔 成功的夾住一波 反手為攻 拿下關鍵的第五盤 前進到四強 恭喜台灣選手 哇真的感動 這裡真的感動 舒服 舒服 先把贊 先點到一千好不好 先把贊點到一千好不好 GG 我這邊 先找熊來採訪一下 我覺得今天要找他來採訪一下